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歡迎收看許久沒有更新的民俗一步步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焦點 大嘎 本週六台南的縣城皇即將要夜巡 而夜巡的重點之一就是大嘎 大嘎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種藤窖 上面會覆蓋著一個紅布 有四個人來去扛 路線以及他所做的這些儀式動作 都是由神明決定的一種信仰儀式 發跡是在台南 所以在台南仍然有許多廟宇在關大嘎 像是西羅殿、普吉殿、中澤堂、憲城皇等等 如果有興趣請期待我的尊書處辦 再來為什麼用這個關呢? 關這個字有請神的意思 關大嘎就是請神明下來作假的意思 但如果你是觀眾在觀看這個信仰儀式 用關這個字也是可以的 目前坊間流傳說 大嘎在台南 早期呢是給鷹魂乘坐的轎子 上面呢放著神主牌 步行至鷹廟來深淵、樹狀 後來呢才衍生成今天這個大嘎的樣子 那其實這是不對的 至少99.99999是不對的 會有這個說法呢 是因為蔡胡夢寧在民國71年出版的 約定廟前 台南鄉土回憶錄這本書裡面有一個章節呢 有提到這樣的相關的記載 後來呢才有人去把它做這樣子的一個連結連在一起 因為畢竟大嘎這個東西呢 目前是找不到任何的研究 以及任何的資料有相關的記載 所以呢可能導致後面的人呢 來去把它做這樣的連結 那其實是不對的 這本書裡面的附圖呢 它所畫出來這個圖 其實也不是現在觀大嘎的這個樣貌 這個扛的方式也不對 所以這個說法呢 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那大嘎認真說起來呢 應該是從中國那邊闖過來的 只不過是在那邊呢 或是有一個叫點 而且是用人在主導的 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證明說 台南哪一間廟宇是最早開始觀大嘎的 西螺殿跟寶溪宮都是最早的代表 我們從西螺殿的原鄉 福建泉州十四市前坑村 好的這個林濟宮來看 他們扛神教的樣貌呢 跟大嘎就非常的像 只不過他們那邊也是有叫點的 那我們如果從十四城隍廟 城隍爺的轎子來看呢 他們扛轎子的樣子也是非常相像 我們台灣地區跟大嘎 那為什麼傳到台灣之後呢 會有大嘎這樣的名字的出現呢 目前是沒有人可以準確的說得出來 據七樓店的資深人員的分享說 早期沒有什麼很多的休閒娛樂 所以這個大家工作之餘 閒暇之餘在廟口就想說 不然來試試看 用這個轎子來觀看看這個神明好了 沒想到觀著觀著神明就來了 就演變成用這樣子的轎子來辦事 所以其實可以說呢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個 大家的信仰儀式呢 是在地化後發起於台南的這個信仰儀式 另外呢大架內雖然有 雕神明的金聲在裡面 但其實真正下來的坐駕的神明 不一定是雕在駕內的那一尊 其實不一定 那即使你說辦事用機桶 或者是用比較輕便的這樣子 像西嘎好了 就好啦 那何必動用這麼多的人員 然後騎嘎至少要起碼一個小時以上 才有辦法關得到這個神明來坐駕 為什麼要耗費這麼久的時間跟人力呢 其實台南的廟宇多半是在祝生 聖誕的前一個多月開始關大架 那墓地呢會是在這個 尋尋境內啦 尋尋如下啦 或者是拜訪有功啦 邀請有功的神明 前來參加自己的聖誕 來做客這樣子 在人的部分呢也可以透過關大架 去拜訪有功 來走走 探訪 聯絡感情 這其實是非常有人情味的這個生活情調 那有些神明呢 可能因為觀止或者是靈友止 他會去辦理夜巡 比如說獻城隍 他在每年的農曆七月鬼門關後 他就必須去夜巡 將這些還沒有回到他們世界 他們該去地方的這些陰魂呢 去把他們抓起來 或勸他們趕快回去 那像這個米街中哲堂的城隍呢 他是因為被封為特壽天使 所以他每年都會進行夜巡 並且在送神日的時候呢 把這些紀錄 燒畫上餅 回到 為什麼用大架來辦事 甚至是房友 我個人是認為 第一個 大架他可以帶兵 像他四周的這個歌集 然後他架門 或架門旁邊兩側 架門上方的這些護衛 還有這個他所隨行的翁肌 其實都是一個帶兵的象徵 而且這個翁肌呢 在抓到這些銀魂之後呢 會把他送進去大架內 所以大架內的這個空間呢 其實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絕對不是我們這個肉眼 所觀看的這個實體上的空間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台南府城呢 是全台首府 府城人愛面子 種禮數 所以呢 這個成民乘坐這個大架來出巡 來訪友 外觀上呢 也好看 莊重許多 好 愛與篇幅的關係呢 很多的內容呢 來不及分享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的文章 台南官大甲出探 以西羅殿 與敏捷中哲堂為例 這篇文章呢 將於2024年3月刊登於 民俗取義這本期刊上 那我的專書呢 也在努力的撰寫中 文章內呢 就有提到這個大家的原有 大家的解析 還有這個個案的分析等等 那本集的說明呢 就是取自這個文章中 一小小小小小的部分而已 如果有要引用這些說明的人呢 記得要注明出處哦 那本集呢 就先到這邊啦 我們下集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 拜拜